第十六章 不二的管家 耶稣有对门徒说 有一个财主的管家 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 主人叫他来 对他说 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 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 因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 那管家心里说 主人辞我 不用我再作管家 我将来作什么 坐地呢 无力 土贩呢 怕收 我知道怎么行 好叫人在我不作管家之后 接我到他们家里去 于是 把欠他主人债的 一个一个的叫了来 问头一个说 你欠我主人多少 他说 一百楼油 管家说 拿你的帐快座下写五十 又问一个说 你欠多少 他说 一百石墨子 管家说 拿你的帐 写八十 主人就夸掌 这不义的管家 作事聪明 因为今世之子 在世事之上 教比光明之子 更加聪明 我又告诉你们 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 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 在最小的事上不宜 在大事上也不宜 倘若你们在不宜的钱财上不忠心 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 托付你们呢 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 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 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护这个爱哪个 就是众这个轻哪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 又侍奉马们 法利财人是贪爱钱财的 他们听见这一切话 就痴笑耶稣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 你们的心上帝却知道 因为人所尊贵的 是上帝看为可憎悟的 律法和先知 道若看为止 从此上帝国的福音传开了 人人努力要进去 天地废去 教比律法的一点 一或落空还容易 凡休妻令取的 就是犯奸淫 取被休之妻的 也是犯奸淫 财主和拉撒路 有一个财主 穿着紫色袍 和细麻布衣服 天天奢华燕落 又有一个土饭的 名叫拉撒路 混身生仓 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要得财主桌子上 掉下来的零碎冲击 并且久来填他的仓 后来那土饭的死了 被天使带去放在 阿伯拉罕的怀里 财主也死了 并且埋葬了 他在阴间受痛苦 举目远远的望见 阿伯拉罕 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 就哭着说 我祖阿伯拉罕 可怜我罢 打发拉撒路来 用纸头尖沾点水 凉凉我的舌头 因为我在这火焰里 极其痛苦 阿伯拉罕说 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 拉撒路也受过苦 如今 他在借女得安慰 你倒受痛苦 不但这样 并且在你我之间 有深渊限定 以致人要从这边 过到你们那边 是不能的 要从那边 过到我们这边 也是不能的 财主说 我祖阿 既是这样 求你打发拉撒路 到我父家去 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 他可以对他们作见证 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 阿伯拉罕说 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 可以听从 他说 我祖阿伯拉罕 不是的 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到他们那里去的 他们必要悔改 阿伯拉罕说 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他们也是不听劝